我和我的同事來到冰城 十天三夜歐夫對四天四夜的行程 第二天我們來到了七條路巴山 巴山奴巴 七條路第一條路又差跪掉 第二條路上沒有咖哩麵 第三條路上還有 這個臭米,這個好吃 這個就是我講的鮮魚 這個要 鮮魚在哪裡 這是鮮魚的鮮魚 是一個名稱的鮮魚 沒有鮮魚 所以 我要一個鴨肉蝴鴨條 看起來一定很好吃 你看它那個湯是這樣鴨子一直滾 就是等一下一定又要再加點的 因為本來現在很流行這種 這個叫做美食中心 就一個檔一個檔的 對… 而且我們導遊Eric剛剛講 他說幾乎沒有雷 很有自信 真的 他說敢在冰城開檔的話 這個口味絕對不會差 我剛剛在看它那個麵飛起來的高度 然後這個飛麵雲吞 大家好 我們每次來都炒的時候 要吃那個鮮魚條 但是其實我最招失目的想 就是雲吞麵 我們這樣好不好 我就覺得就是把這裡 剛剛導遊介紹的 通通都買下來 對啊 都買了雲吞麵 因為雲吞麵三盤 福建蝦麵三盤 他不會講三盤 怎麼樣 不夠 不夠 我還要咖哩 咖哩麵要 等一下 飛起來了 飛那個麵 我跳路上面什麼都有 但是我什麼都吃不到 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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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在平常的路邊 我在遊覽池上 沒有人陪伴我 沒有人陪伴我 才經過十六分五十九美女 來這個是冰城七條路巴沙那 這個最好吃的美食 它叫做 雞肝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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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雞肝麵裡面有那個 茶粿料的那個味道 然後它那個 裡面的肉很有禍 禍禍就是從它那個 因為它是用炭火的 燙火它是用旁邊 它那個有一個風扇它一打開的時候 燙火就 就好像是精靈這樣 在祝福這一塊肉 你看這一塊肉 這是用燙火烤成的肉有沒有 上面還鋪一層鴨蛋 你看這個是鴨蛋 這個紅色這個是雪哈醬 就是這邊冰城特有的漢堡雪哈醬 只有這邊才會有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惹味 惹味 有沒有這個味道會這樣噴發 這樣噴發在你巴裡面 吃一口 就永遠沒有辦法忘記它的味道 這是冰城特有的美食 它叫什麼 雞肝麵 對 對 一定要吃這個 要記得吃什麼 雞肝麵 好吃 大家吃得開心嗎 開心 大家吃了 我們下午還有行程 不要忘記買回去給你的夥伴 你的夥伴 誰 他在車上等你 還有那個人 35分 38分 敬一下辛苦的生活的禮拜 辛苦的禮拜 辛苦了 好燙喔 好燙喔 57分16秒 他們終於上來了 你們有炸雞 你們有炸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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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第一個上來 你們有炸雞嗎 你們有炸雞嗎 這是誰 你們有炸雞嗎 這是誰 謝謝你們 不用了 我吃好爆 你們有炸雞嗎 他們終於上來了 你們有炸雞耶 我要炸雞 大家再見囉 拜拜 拜拜